我们党立委徐晓鑫日前爆料 许多军方降临坐车配置的行车记录器 都是Made in China 军方也证实已下架并且要请查 我们针对大陆的这些目前所制的这些行车记录器 我们是已经有先下架了 多少台下架了 目前下架我们还有一些还没有查完的是 内建在里面的这个目前下架了多少台 目前下架大概是800部 国防部及下架终置行车记录器 但擅长网塞的徐晓鑫再晒出淘宝照 指一国防部采购同款 中间可能近7倍价差 是被当成盘子吗 通常买大概2000多块钱 通常的价格是这样 结果人家淘宝上卖310块 我们这不是很明显被厂商坑了吗 当初是没有看到这个资讯 但是我们下架的里面 有没有含这一部我们要回去查证 是不是同款还要查 但徐晓鑫也爆料110年 陆军后勤指挥部下定行车记录器 但厂商在同一天被列为公共采购黑名单 指一当中有弊案 委员讲了110年的这个个案 然后另外就是说看什么时候去改 这个相关的这些规定 我们做一个确实的把案情理清 和想查 是不是两个礼拜 警方药品爆出中国制 国防部以最高标准全面彻查 参选黄盛徐宣台北采访报道 没有问题 不信用